书接前文,咱们今天呢继续聊这嘎尔丹的众叛亲历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么多大战之后,这嘎尔丹一败涂地 追随着他身边的无非就是五千多部众还有三元大将 这三元大将啊,昨儿咱们讲了,当然了,还有心腹 心腹啊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说起来这三元大将啊都不是外人,都是绰罗斯 最先离开嘎尔丹的是侄子 绰罗斯丹京俄姆布,这丹京俄姆布啊 在血缘上说是嘎尔丹的亲侄子 怎么个亲法呢,那没法再亲了 他爹僧格呀,是嘎尔丹同父同母的亲哥哥 而且从另外一层亲情上讲 他并没追随自己的哥哥反对这位叔叔 他哥哥就是后来准嘎尔韩国的大韩策望阿拉不坦 就是这么一位死心塌地追随自己叔父的小侄子 结果呀,也因为这嘎尔丹和人家算小杖倒小茬 结果把人家逼走了 那第二位要走的就是绰罗斯的阿拉不坦 这绰罗斯阿拉不坦呢,跟嘎尔丹也是亲人 要不怎么那么巧都姓绰罗斯呢 哎,这阿拉不坦呢,是嘎尔丹的兄弟 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们俩都是巴托尔昏太基的儿子 这嘎尔丹呢,排行在六 这阿拉不坦呢,排行在一起,始料不及被宰 因为出逃路线啊,和嘎尔丹起了分歧 最后啊,也分道扬镳 这阿拉不坦带领自己的步众离开了嘎尔丹 那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绰罗斯丹吉拉了 哎,您瞧瞧不瞧,他也姓绰罗斯 那他和这嘎尔丹是什么关系呢 他也是嘎尔丹的侄子,他爹绰罗斯温春是嘎尔丹同父异母的兄弟 要说这会儿的嘎尔丹呢 我估计啊,应该是打仗输得输不起 输浑了蛋了,失心疯了 都已经到这步田地了 只有这么一个侄子支持你 你还跟他耍什么新眼子呀 按照最初商定的这个出逃计划 嘎尔丹的残兵败将啊 先到这个翁金去抢夺青春的粮食 然后再避难哈密 那抢粮食谁抢的呀 这嘎尔丹呢,不愿意让自己亲随不重啊 冲到前面去消耗实力 于是啊,丹吉拉带领着本部一千五百人 就到翁金河附近的储粮仓 去抢夺青军的粮食 谁想到一下子中了青军的埋伏 要说起来啊 看守着翁金粮库的青军士兵并不多 只有啊,区区五百八七兵 那么说这青军在这大北边的 设这么一个粮战干嘛呀 就是为了让嘎尔丹来抢粮食吗 不是,实际上啊 这是费阳谷原来大部队的储粮战 战争结束以后啊 这些粮食一部分往回运 另外一部分就给当地的牧民分了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分的吗 这嘎尔丹就来了 在这的最高统帅呀 是一位副都统 哎,这位副都统那也是家世显赫呀 他是谁呀 他是祖粮臂 汉军整皇旗祖洪泽的儿子 提起这爷儿俩来呀 可能是吴明白 说起这祖粮臂的两位爷爷来 那牛了 谁呀 祖达定祖达寿啊 所以这将军呢 那也是能争贯战 有计谋的主 别看那五百对一千五 是一少占多 一通牌子枪下来呀 左右包抄 这丹继拉的一千五百人抢粮队 算是支持不住了 扔下了一百多条人命 是仓皇而逃 一粒粮食也没抢走 还白白搭建那一百条人命 这丹继拉心疼啊 因为死的这一百人呢 全是他的亲随 回来可就跟嘎尔丹急了 愤愤的对嘎尔丹说呀 欲在清水中捕鱼 图将清水搅浑 而未得其余 他的意思是说呀 咱们现在呀 都已经是败军之将了 还明目张胆的 干这种明抢明夺的事 那么咱们来个声东及西呢 我这抢粮食这活也好干呢 您别看呢 是五百对一千五 硬碰硬啊 关键是咱们现在士气不成 这碰了面了 建了仗了 您看死人了吧 自此以后啊 这小侄子丹继拉 与这嘎尔丹之间 也产生了离戏 这俩人呢 各在各的大仗之中 自此啊 哎 人俩少来往 前文说咱们聊过这个事 嘎尔丹的老师武士达赖 元祭的这个事啊 不但康熙皇帝不知道 就连这嘎尔丹呢 他也被蒙在了鼓里 这件事情啊 应该完完全全是真的 因为啊 有这个轻功荡所载 康熙皇帝 截了嘎尔丹的十四封信 到现在还在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存着呢 这上边啊 写的明明白白很清楚 哎 那是怎么截获的这十四封信呢 这嘎尔丹呢 截粮不成 也去不了哈密 那为什么说哈密也去不了了呢 哈密回王啊 人家投降大清了 这费扬古呢 又派大军把这嘎尔丹的团团围住 各个处的要道口啊 全被封锁了 于是呢 就派出一个一百六十人的使团 分成十四路 揣着自己写的十四封亲笔信 这里边啊 有写给武士达赖的 有写给他师兄啊 西藏第八 桑杰加措的 还有这个青海 和射特部中王公的 给这个武士达赖和桑杰加措写信呢 主要是要主意 他跟这个桑杰加措说呀 师兄啊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或是蒙古草原 或是青藏高原 无论哪部要收留我呀 您告诉我一声 我是冲出重围 就去投奔他去 总比呀 在这个科目多 荒凉之地 饿死要强 他跟他老师武士达赖说呀 您哪 得给我加持 得给我念经 并且在书信当中 念哪部经 念多少遍 都给这老师啊 写的清清楚楚 因为杆尔丹懂这个 在做大汗之前 您别忘了 他可是活佛 从这一点呀 您就可以看出 这会儿的杆尔丹呢 确实不知道自己的老师 他已然原济了 那么说 给青海和书特部的 各个王公写信 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跟这些和书特部的人说呀 念在咱们 是魏拉特四部的亲情份上 你们呢 即便是不收留我 也得把我的儿子收留下来 好好的把他抚养成人 他指的儿子是谁呀 他的幼子 色不疼八尔猪尔 是他的心尖子呀 他尤其现在觉得呀 太对不起这儿子了 这儿子的妈妈 就是他最心爱的妻子 阿努可敦 这阿努可敦 就是为了他 在昭穆多一战当中 披甲上阵 最后死于阵前 一颗炮子迎面而来 正打中脸颊 这清军史书 怎么写的来着 就失衡于盗左 要说呀 这赶尔丹 他不缺女人 那谁让这阿努可敦 和他感情最深呢 他爱媳妇啊 自然就疼儿子 他看着这个爱子 色不疼八尔猪尔啊 这个没娘的孩子 是怎么看 怎么觉得可怜 于是他就想 趁着自己还活着 在这厄鲁特四部当中 说话呀 还有一定的分量 给这小儿子呀 找一个吃饭安身的地 这叫什么呀 这叫托姑托姑 咱们还别说呀 这些和说特部的王公 收不收着他的儿子 色不疼八尔猪尔 这十四方信呢 一方也没送到目的地 因为这康熙皇帝下令 让这个费养国 把各个交通要道的咽喉处 都疯了 派出去的一百六十人呢 谁也没突围出去 悉数的都被秦拿了 十四方信 到最后的去处啊 那都是康熙皇帝的龙叔案 这赶尔丹和自己 剩下的亲随一商量啊 这突围不行 抢梁不行 送信还不行 那怎么办呢 咱们投降吧 真投降吗 别人不知道 这赶尔丹呢 肯定是不想投降 他呀 是诈相 混兵之计呗 既然要投降啊 那必然 得是选出一位使者 谁做使者呢 这赶尔丹就想起自己啊 一位亲随来了 是一位老臣 叫做格雷孤英 这格雷孤英啊 比起前方 咱们说的那三位 重臣大将而言 那身份地位是小了一点 不过呀 他干的一件差事啊 别人干不了 那就是和这个大清朝通使 每次这赶尔丹呢 和这个大清朝廷 康熙皇帝要说什么事啊 都是派他去 像什么呀 天子居南 我在北 这种大逆不道 要和康熙皇帝 平分天下的话呀 也是这位 格雷孤英 传给大清朝廷的 所以说呀 在那您脸熟 还是您去 这赶尔丹的心里想的 肯定是诈详 不过其他部众可不知道 这丹继拉和其他重将官呢 在格雷孤英临行之前 这丹继拉就私下嘱咐他 此行关系我残留 微少厄鲁特之生死 而将免之甚之啊 其他的首领也都过来 握着这格雷孤英的手说 爱望你呀 速去速回 无等厚耳之喜讯 到了11月21日 这会儿啊 这草原上呢 完全已经进入到冬天了 这格尔丹的使者格雷孤英啊 来到了厄尔多斯 到了这康熙皇帝的行宫当中 到了一看呢 看着康熙皇帝这会儿 太滋润了 在自己的大卧当中 好家伙 这个大卧出了号了 一百人在里边坐着开会呀 不挤得慌 吃着烤肉 看着歌舞 喝着奶子酒 这大卧呀 四外遭 升着无数个大火盆 再瞧这康熙皇帝 脚底下 此着脚炉 手里捧着手炉 这坐在交椅之上 龙叔岸上啊 还放着热酒 这外边冰天雪地呀 看着康熙皇帝 透着这么暖和 人家这也就打仗 再瞧瞧我们大韩 在大营当中啊 都快嚼了草根子了 这康熙皇帝差点没认出来 这位老熟人 准夹尔韩国的使者 格雷孤英 原来这老头啊 干净利落 是这准夹尔人当中啊 少有的 有儒家之风的老者 这回一看呢 了不得了 瘦弱不堪 衣衫蓝褛 就像一个老乞丐一样 康熙皇帝看了之后啊 也是一声叹息 连忙啊 次坐次酒次茶 正所谓啊 两国交兵不斩来时 他是使者 穿得再破 再像一个老乞丐 他也有使节的身份在 所以啊 你得尊敬他 打仗啊 是打仗的事 背后骂衔接 是骂衔接的事 礼仪上的事啊 必须得过得去 康熙皇帝问了问 杆尔丹的情况 这格雷孤英呢 如实回答 说这自六月到九月 入冬以后啊 最初呢 这杆尔丹率领着布众啊 还能打猎 到了后来呢 枪弹火药用完了 只能用捕兽家打猎 这会儿啊 粮食啊 这个兽皮就少了 吃的阶级不上 也就只有沙马 十月以后 草原天气渐冷 可就下雪了 这大营当中 是有冻死之人 五行十日 十月十二日 当时许多死者也 言罢了一下 他说这话 康熙皇帝信吗 康熙皇帝信了 因为不光指着 他是死者一面之词 康熙皇帝啊 还有密探 再有呢 抓获的这些准个二人呢 在审讯之下呢 也有个口供 三方对质啊 这些说辞啊 都差不多 康熙皇帝这会儿觉得 既然你要投降啊 我就允降 真降呢 咱们就商量着来 如果你要是再跟我耍心眼使奸计 给我这玩炸祥这一套啊 那我就将计就计 先把你稳住了 到时候啊 打一个老实的 于是就派出了使者 跟随这个格雷孤英啊 到杭尔丹的大营去传旨 那这会儿杭尔丹干嘛呢 实际上格雷孤英一走 这杭尔丹立刻整顿人马 吸撤 那这各部首领就纳了闷了 你不是要投降 咱们不得等着使者回来 听听消息吗 那咱们吸撤去哪啊 这些人呢 不愿意走 磨磨蹭蹭的 就要等着格雷孤英回来 这杭尔丹可不是那么想的 杭尔丹放出这只孤英去啊 其实就是想拖延时间 自己好跑 可是没想到自己的步众啊 不配合 哎 更没想到的是啊 这只孤英啊 飞起的快 飞回来的也麻利 刚到十二月初 这格雷孤英可就回来了 不但他回来了 还带来了大清朝的使臣 这杭尔丹这个气就别提了 你个老头子 怎么不明白我的心呢 还敢把大清朝的使臣往这带 你知道后边跟没跟着尾巴呀 还别说呀 你们招来五千人的清军部队 就招来两千人 咱们现在应付不了啊 那可是说使臣来了 见是不见的 哥 格尔丹的意思 不见 我本来就没打算投降 见着这使臣 我说什么呀 并且这格尔丹这会儿 也没有心情见这个大清使节 就在这格雷孤英 初始大清 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呀 这准格尔大营当中 发生了不少的事 这武将造反呢 指着格尔丹的鼻子 怒骂格尔丹 这还不说 这格尔丹的心肩子 自己的小儿子 色不疼巴尔猪尔啊 teula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